Hello,大家好,我是Maya奶爸 今天呢,我会分享给你们 11间的酒厂 新酒厂你不能做过 而且必关注 喜欢我的频道,不要忘记按点赞,留言,订阅 跟开启小铃铛,还有Super Thanks! 好,这个礼拜我是想分享 一些新的酒厂 就是因为现在 全球都在开酒厂嘛 很多新的酒厂在开幕 然后开始营业 可是呢,我是没办法全部放在这个 List 里面嘛 所以我只挑选11间酒厂 因为这11间是我个人觉得 是蛮有趣的酒厂 而且他们以后有开卖 我会想开始买 他们的威士忌,或是去试喝 他们的威士忌 好,那第一间我会选 The Cairn Distillery 那这家The Cairn是一个高地 的酒厂 然后如果你们知道 他就是Gordon & McPhail 那个IB独立装品的公司 开的酒厂 因为他们 Gordon & McPhail明年就是会 停止做这个IB的 生意了 是因为他们要专心开 他们两家的酒厂 就是百乐门 然后另外一家就是 这个The Cairn Distillery 那我是很幸运 大概7月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 就是有去看 那个The Cairn的酒厂 然后他那边有在卖一些 威士忌,就是调和威士忌的 因为Gordon & McPhail酒 叫很多威士忌 所以他们先做一个好像 未来的威士忌 就是The Cairn他们想的 风格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自己调和这个威士忌 我是有喝到那个 CRN 57 18年的调和 那时候我朋友分享 我就觉得很好喝 那我是觉得 如果他们可以做出 这个单一卖牙的风格 以后他们可能会 真的会比较厉害一点 所以一定要关注The Cairn Distillery 那第二个酒厂 就是我会选 Ardenhole Distillery 那Ardenhole Distillery 就是爱雷岛的第九间的酒厂 然后他就是那个Hunter Lane 就是蓝恩猎人的 也是一个IB公司开的 那Hunter Lane他们的 现在比较厉害的品牌 或是比较多人认识的品牌 就是那个Souci IB 跟那个Scarabas Scarabas的那些威士忌 所以我认为这个酒厂以后 应该是差不多会有了 因为他们2018开始酿酒 所以可能这几年会出一些 新的酒款在市场 所以这个我也想关注 好 那第三间必须关注的酒厂 就是Strathearn Distillery 这个也是一个高地的酒厂 然后一样也是一个IB公司开的 就是独立装品的公司开的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Douglas Lane 如果你们知道Douglas Lane 一些有名的品牌 就是尼美哥 跟黄金属 然后这个Strathearn 他们其实是2013开的一个小酒厂 然后2019被Douglas Lane 买进 那这个酒厂的特色 因为我选择 就是因为他们现在 属于是苏格兰最小的酒厂 你们知道以前是爱德多尔 可是应该是现在他们是最小了 如果你们看到他们的真油漆真的用得很小 然后他们的桶也是用小的 然后他们所说的 他们是苏格兰最小的酒厂 可是 这个不会避免他们 弄出一个苏格兰最强的安逸卖 所以我也是很好奇这个酒厂 而且我也蛮喜欢爱德多尔 因为以前他们就是小酒厂 小批制 很多都是手工的 所以现在很多IB在开酒厂 这些可能必须要关注 因为大部分的IB的公司 就是独立装品公司 他们会知道老淘或是爱好者喜欢什么 所以他们做出一些OB出来 应该也蛮高CP值的 我认了 OK 第四个酒厂你必须关注 就是波特艾伦 它也是一个在爱雷岛的酒厂 可是呢 它就是在1983官场 然后这个是地亚洲集团的一个酒厂 可是他们在2017决定要重新开 这个波特艾伦的酒厂 不知道因为是疫情或是怎么样 可是花了有一点时间到现在 好像还没有开什样酒 可是应该差不多了 酒厂快开了 所以我是蛮期待这个波特艾伦 会做出什么样的新的酒款 因为毕竟那些旧版的就是 官场前的那些波特艾伦的酒 现在就是很高了很贵 几乎买不到 或是很贵的才能喝得到 那它的酒厂的主管是 Alexander MacDonald 他也是以前的 Kalila跟Lagavulin的那个酒厂的主管 所以他现在要接波特艾伦 所以应该也是会蛮成功的 因为他对这些爱雷岛的酒厂蛮有经验的 好那第五名你必须观察的酒厂 就是Blora大山猫 这个也是在高地的一个关闭的酒厂 可是他也是在1983 迪亚州一样迪亚州集团的一个酒厂 1983的时候经济不好 所以很多酒厂就关闭 这个大山猫的特色 其实我是还没喝过他们的威士忌 因为毕竟1983的时候还是应该在小学 那我是很好奇他会不会跟小山猫 就是Cleanish的那个 一样的差不多有那种辣质感 可是可能不一样 所以我会期待这个Blora 他们会以后会出现什么酒 那他在5月2021的时候开始征用了 所以可能明年就用最年轻的球出来 不知道我们市场能不能买得到 反正迪亚州就是很厉害 现在那些旧版的Blora跟Port Allen都很高价钱 所以大家都有这种好像印象 这两个就是好像传奇的酒厂 所以很期待他们重新开幕 然后又开始那个征用 第六名的酒厂我会关注就是Rosebank 就是玫瑰河岸 他就是在滴地区的一个酒厂 然后他在1993 他以前也是迪亚州的一家酒厂 也是传奇的酒厂 可是在2017 Rosebank就是被Ian McCloud 买下来 从地亚州买过来 所以现在Ian McCloud 这个集团就是在开这个Rosebank的酒厂 那他就是以前属于是 地地区的那个King The King of Lowland 他就是很传奇 就是很厉害的一个酒厂 所以我是蛮期待他们 以后出的威士忌会长什么样 不知道会不会跟以前一样的风格 希望是啦 可是就看看 他们其实这个7月 今年7月有开始蒸馏 然后已经开始收成一些威士忌了 所以可能要再等3年 才能喝到他们的威士忌 好 第七名我会关注是三浪丸 Saburu Maru 他是一个日本的酒厂 他也是新开幕的 不是新开幕 可是他2017就是整理过他们的酒厂 因为以前真的很老旧 然后出的一些酒也没有很有名 所以他们好像重新整理 重新装缓那个酒厂 然后现在又要开始重新养酒 而且他们的特色就是 他们用的一些振柳器 是叫Zemun的part steel 他就是好像庙中的那个桶去做的 而且他是用铸造的型去做这个蒸馏器 所以他不是像传统苏格兰 就是用那个函阶 就是一片一片的那些桶 去用锤子 然后用火去造型那个蒸馏器 他是用铸造的方式 然后把它接上来 所以他是蛮特别的 然后他就是追求1970年代的art bag的风格 所以art bag的风格就是有你每个是 以前就是比较优雅一点 现在art bag是比较强烈的个性 所以这个Saburumaru三浪丸会想做比较 可能就是比较优雅的art bag 就是1970年代的art bag 然后又是他们出的一些酒款 其实是蛮特别的 因为日本人很喜欢做一些好像有收集的概念 就是他们的酒标就蛮特别 他们是用塔洛卡的系列去一个一个出嘛 一瓶一瓶的出 就是每一瓶每一年就是有不一样的塔洛卡在酒标上 那你就知道以前的那个致富 他们有出那个扑克牌系列 所以日本人很喜欢这种有收集 好像卡片的概念 所以蛮有兴趣的 不知道以后有一个酒厂有出那个 宝可梦的卡片 那就不得了了 好那第八个酒厂 我们必须关注就是Lag Distillery Lag Distillery就是艾伦的一个酒厂 那Lag的特色就是好 它就是专门做有尼美的艾伦 就是50ppm的那个尼美浓度 或是Heavy Pit 就是比较重尼美的 然后他们的特色就是 他们会 他们有说在他们的网页 就是他们会测验 就是用全球的一些尼美去 去做他们的麦芽片 就是轟看他们的麦芽片 然后看看不一样地方的尼美 会让他们的酒有什么不一样的风格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 就是Lag Distillery 那他们就是2019开始蒸馏 那现在项目桶就是他们的那个代理商 所以我是有看过有一些瓶子 开始在台湾开卖了 所以可能这几个月我会去试试看 看这个Lag 如果不OK 好那第九个酒厂 我会关注就是爱的麦芽片 Ardener Merken 就是这个威士忌在我左边 他就是在2014开幕 然后其实我大概两三年前就开始 有喝过这个威士忌 因为很多老套就是 而且网路的那个review 有一些国外的就是很推荐这个 爱的麦芽片 Ardener Merken 他们觉得他们做的威士忌的风格还不错 那我也是有喝过 也是有参加过他们的品酒会 所以我觉得他们出的东西 都几乎都很好喝 就是他们的桶翔 然后刚出的那个AD的雪莉 威士忌 那不知道他们以后会不会出有年份的 可是现在我认为他们就是 开始产量出一些比较不错喝的 就是专门给老套喝的一些威士忌 或是威士忌爱好者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你必须开始注意的酒厂 好 那第十个酒厂我会推荐那个 灵多秀道远 Lindoris Abbey Distillery 它是一个地地区的一个酒厂 然后它是2017的时候就是开始酿酒 就是开幕嘛 然后好像今年就是刚推出了 我也是有去过他们的品酒会 所以灵多秀道远 我觉得风格是不错 而且他们也是有请那个Jim Swan Jim Swan就是哥马兰的顾问 其实那时候我品酒会喝的时候 我是有喝到 或是有会感觉到 这个就是Jim Swan的那个手法 就是有一些有SDR的桶 用SDR的项目桶 然后去勾兑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那这个灵多秀道远Lindoris Abbey的 有一点好笑点就是他们是说 他们酒厂那个地 就是以前是一些生路 就是Mucks 就是在那边酿酒 就是在1494年的时候 开始酿酒的一个地区 所以他们的就是有一点做的历史 所以蛮好笑的 就是说他们酒瓶还说是1494 所以感觉会很老 可是其实对我来讲就是说 不要太在意历史 如果你是新的酒厂 你做好你的威士忌 我们还好着会自然的去买你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这种很久很久的历史 会有一种感觉 哦他们有这个经验 可是就是没有 反正是新的酒厂 Lindoris Abbey 好最后第11的酒厂 我会关注Isle of Rasai 就是雷神 那它就是在苏格兰最北部的一些小岛 就是Isle of Rasai 那它就是在2017那个开始营业 就是真6 然后我其实大概在2020 就是那时候他们有推出一些Batch 1 这样子就是很年轻的三年的EP 那时候我喝到的 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年轻 还需要放一点时间 可是因为你就知道嘛 现在有一些业绩压力吧 就是想推出让他们新的那些威士忌 你先买一买再说 可是我觉得 雷神就是Isle of Rasai 这个酒厂还不错 他们很透明 酒标项都会写他们利用的桶子是什么什么 然后比例 然后买过的那一瓶 就是还用过六种的橡木桶去勾兑的 这样子 或是六种不一样的橡木桶去勾兑的 所以其实我蛮喜欢这样子的酒厂 就是很透明 你就继续很透明 就是酒标项写什么就是什么 不会那个很隐藏 就是说自然眼神 可是没有写natural color之类的 就是我觉得 比较透明是比较好的 对消费者是比较好的 好 那这个就是这礼拜我想分享的 11间的新的威士忌酒厂 你们必须关注 那如果你们有一些酒厂 你们自己在关注 请在下面留言 欢迎讨论 那我会看看 我也是会去看一下 好 那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